切 还有 传到时候 王霜把球套过来 哎呀 这个球 没劲了 这个球啊 再准备抢着这个地方 还有王山山 王霜拿球 挑战球 大猫 漂亮 王霜 球进了 随着加时赛王霜的这一类贴地展 我们中国女族成功将奥运会门票收入囊中 赛后王霜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这一幕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以及万千球迷 这张门票得来的太不容易了 贾秀全的一句 中国女族不需要球星 曾让王霜在球场上迷茫无助 但是对足球的热爱并没有让她泯然众人 在和韩国队的第一轮较量中 我们中国女族各场作战 本是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女族姑娘却是率先进球 打破场上的僵局 但这是中国队从后场向前场长传 然后再抢第二点一次成功 漂亮 球见了32分钟 中国队连续的进攻 这个进球确实是来的太是时候了 随后韩国队组织反击 中国女族中场出现失误 导致韩国队成功打了一次快攻 将比分扳平 比赛进行到72分钟的时候 韩国队的一次犯规 让我们中国女族得到一个绝佳的点球机会 主发王双凌门一脚将球稳稳打入网窝 就这样我们中国女族在客场作战的情况下 2比1中结了这场中韩大战 和韩国队的第二轮比赛是在苏州奥体中心举行 本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又是在主场作战 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比赛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作为一名运动员 谁都渴望站在更高更大的舞台上为国争光 但是我们却都低估了韩国队对奥运会的渴望 比赛刚进行了30分钟 韩国队就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率先破门得分 韩国队欲战欲勇 距离他们进球刚过12分钟 韩国队就有组织了一次急剧威胁的进攻 但是这一次堂加力战了出来 门线的极限剧威让全场观众沸腾 一脚打门 中路 看门车 球的线上 球的线上 变态已经去行了 唐加力的剧威并没有对韩国队的攻势造成影响 比赛第44分钟 韩国队利用脚球机会又一次破门得分 此时韩国队的大比分已经反超中国队 现在场上的形势急需有人站出来扭转无力局面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球星 比赛第68分钟 王双平静一力任意球成功破门 成功将比分扳平 彻底点燃了中国女足的士气 前场的一位球 看看这球球上起来 落点不断 某球 有了 有了 球队里有 有十九分钟 帮你一个新闻球 这位队里有三起位的一秒 三比三 球速快 真有啊 球速快 落点好 加时赛一百零三分钟 王双连线王山山再次对韩国队的大门发起进攻 进区前王双拿球后一脚抽射 皮球直穿韩国队防线进入网屋 王山山 王双拿球 挑战就打包了 漂亮 王双 球队了 王双 王双在联听的现场 这一年多 没有听到的 贺彩车 凭借王双这两次关键时刻的进球 中国队四比三成功战胜韩国队 拿到了这一张宝贵的奥运会门票 比赛结束的这一刻 王双在眼压抑不住内心的情绪 伪群和喜悦在这一刻都化作泪水 这一幕感染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全场球迷们齐唱怒放的生命 来表达对中国女足的肯定 这场比赛除了王双的眉开二度 还有唐嘉丽的极限解围 彭师梦的高阶抵挡奋扑球 以及其他姑娘们的奋力拼搏 中国女足铿锵玫瑰 感谢你们沉醒了中国足球的脸面 让我们球迷重新看到了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